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鬼怒川 鬼怒川这边有好多个主题公园 可是胖狗选择的是这个日光江户村 然后里面有很多江户时代的建筑啊 房子啊 商店啊 最重要的是里面有花茴 一进到日光江户村 胖狗就看到村内的工作人员扮成古代的仆役在那里打扫 其实鉴于1986年的日光江户村 是日本泡沫经济下的产物 老实说在来之前胖狗一度很担心 这个日光江户村会有点无聊 但是进来之后发现村内的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地和游客互动 游客们也很配合地打扮成江户时代的武士 加上四周的建筑 风景 一下子真的让人有置身在江户时代的错觉 花200块 买胡萝卜 喂马吃胡萝卜哦 来 哈喽 马儿 马儿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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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太快了吧 很饿了吗 不只是喂马 村内还有很多体验活动 可怜的罗小斌投了三次都没有投中 而最有人气的莫过于这个变装游戏 大人们喜欢华丽的装扮 至于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打扮成忍者的模样 还可以体验烤仙贝呢 哇 这么大的烟难道这里失火了 哎哟 原来是一家烤肉店啦 胖狗当然要来买一串吃吃看哦 我的这个鸡肉烤好了 来吃吃看好不好吃哦 本来以为主题乐园内的东西都好吃不到哪里去 没想到这个鸡肉串烤得还蛮嫩的 真是难为了在大烟中烤肉串的师傅啊 日光江户村最受瞩目的表演 就是这个花魁道中了 如果有看日剧人衣的人 一定会对剧中的花魁野风游街的那一幕印象很深刻 花魁道中是江户时代集园的用语 它是指花魁被客人指名时走向茶屋的这一段路程 除了有向客人宣传的意味 也可以说是一种花魁的游行 既然是花魁的游行 排场自然不能马虎 据说他全身上下的行头就重达25公斤 他身上穿的服饰 头上戴的发簪都会成为当时流行的指标 不过最受瞩目的还是他那种画外八字的走路方式 仔细一看 他脚上的目击就高达27公分呢 另一个很有人气的表演是大忍者剧场 虽然表演本身不能摄影 但是结束之后 人者们会出来和游客拍照 很受大人小孩们的欢迎 在日光江户村 不论是大人小孩 每一个人都玩得很开心 胖狗还看到一群喜欢玩cosplay的年轻人 把日光江户村当作最佳的背景舞台 有时候还真搞不清楚谁是工作人员 谁是游客呢